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窺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懸患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言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三把十九章 五鬼搬運術 上次說到 迎連獎見到 萬鴻寶不讓我入山 他就語重心長地對萬鴻寶說 你如果再這樣 我們就撤退了 迎連獎一說這句話 我這句話中聞出了幾層意思 第一就是 紫雲山旋機獄甲這件事不是迎連獎主導 第二就是 迎連獎好像也有上山過來幫忙 和我們一樣 迎連獎見到萬鴻寶一時之間很生氣 他又說 現在正要用人的時候 你懶你什麼人上山才行 只要不破上 不和我們事物感就可以 總不至於和那隻手山爭一伙 無論有沒有本事都好 一起上山過來納堪坐下威也行 不要以自己的偏見就不讓人上山 以大局為重 大局為重啊 見到迎連獎這樣說 萬鴻寶這樣才收聲 我們一行人進門樓 進門樓的人都在路旁邊坐下 因為不知道上山的路是怎麼走的 這條山路據說是九曲十八彎 出事的地點離這條主路還很遠 我們唯有等所有人都驗證過來之後才可以走 過了兩個小時後才驗證到一半 這時進入排樓裡的人就開始捱捱聲了 而排樓外排隊的人更加站得腰穿背筒 營連獎又收到在對港機裡說了山上的情況 好像那邊的情況有點緊急 於是營連獎等不及了對萬鴻寶說 萬先生呀 你這裡還有排的吧 不如我就帶著這批驗證過的人先上山吧 萬鴻寶對著排樓外看了一下 見到這條隊還很長 居然揮了一隻手 對排隊的那麼多人就話 那麼大家都進來了 不檢了 不檢了 營連獎聽到之後他的表情都很錯我 看得出這個萬鴻寶也是個虎頭蛇尾 沒什麼恆心的人 大家進來之後由營連獎帶隊 帶著那麼多人上山 一個年的編制都不夠一百人 我們這班人怎麼說都有六七百個 是這個特殊連隊的好幾倍 營連獎因為我們這班人上山顯得有點興奮 看怕他覺得我們這班人都很厲害 走在山路上 我和林沐蟬和黃鶯和他們都走散了 我夾在一班不認識的暗沙門高胡黑之中 大家偷偷偷偷看我 因為樓下萬那幾句話 我馬上就成為了這大班暗沙門高胡黑裡的明星人物 來到這裡我才發現這班暗沙門的人大多數都沒什麼料 或者其中參加著一兩個真正的高手 但絕對不會超過五個 暗沙門之中的高人似乎都還未來 他們是為了旋擊浴甲過來的 不是為了看萬鴻寶辦事而過來的 旋擊浴甲出生是因為苦淚泉的船水乾了 但要打開旋擊浴甲就沒那麼容易 一定要等到三月初三那天 所以在這個之前 無論萬鴻寶做多少事都好 都是拿不走旋擊浴甲的 只能夠找到他在哪裡 因為這個旋擊浴甲很難找 所以無可奈何之下 萬鴻寶才在霧道堂請了個大鐘過來 中鎮紫雲山 因為約定的日期到了 如果三月初三那天 旋擊浴甲根本就見不到 萬鴻寶之前做的事全部都會化為烏有 從此之後 還會成為鴻山門江湖之中的大笑話 如果這個笑話傳出來 他再也沒辦法在鴻山門江湖中立足 所以由於時間緊迫 他便不擇手段 這些事都是我在在樓下等待驗證時 跟旁邊的人聊天時說的 行路時很無聊 我就問身邊一個中年人 哈哈 這位興台辛苦了 謝問一聲 這個萬鴻寶是什麼來頭 那個人見到我問他 有些成黃成紅馬上就回答我了 當然因為 劉向晚把小青龍擺了出來 鎮住了座場的所有人 他們都不知道我有什麼路數 所以對我非常恭敬 那個人雖然與萬鴻寶交往不算好心 但是與他幾個大徒弟很熟悉 於是和我詳細說了一下萬鴻寶的江湖路數 無道堂是個堂口 學的東西是好雜的 基本上在市城裡 聽聞過的術法道門 他們全部有涉獵 嚴格來說 無道堂就不算是暗沙門之中的行當 在建立初期 只不過一群江湖術士 脾氣好夾 於是一起組建了無道堂 無道堂的歷史也不算很遠 大概成立在青門文出的時候 傳了大概幾代 傳到萬鴻寶沙邊的時候 幾乎要絕跡了 但是萬鴻寶陰差洋賽之間接收了無道堂 萬鴻寶接收無道堂有一段趣聞 他出生農村 在生產隊內出工生產 在龍閒時節就耕下田種下地 有一年正在龍閒的時候 萬鴻寶跟著自己的生產隊 去到一個水利工地去滑溝他 而剛巧巧 所任的堂主也跟著自己所在的生產隊 去到一個相同的工地 萬鴻寶所在的公社 和所任堂主所在的公社 本來在分標段分開了 他們倆本來屬於不同的村落 互相之間是不懂的 萬鴻寶偷雞很厲害 他懂得寫同資料 也就是老虎沒有傳給我的那套方法 那些年代生活物資很缺乏 人人堂裡面都沒有什麼游水 做的事又辛苦 所以萬鴻寶晚上就去附近村裡偷雞 得手之後搞定 用黃泥包緊他 大花生產隊租住在民房裡 日後用大鐵桶 放在租民房的樑上 用眼油燈慢慢去敲黃泥 一敲就敲一天 這套方法原本就是知聲發明的 當年那些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一班城市裡 游手好行慣了一個年輕人 變得頂得順在農村裡那份辛苦 所以經常會做一些偷雞摸狗的事 但在那些年代 想偷偷寫雞很艱難 因為幾年都聞不到肉香味 人的鼻乾會變得很靈敏 在村的東邊敲雞 村西邊的人都可以找上門 大隊幹部如果查到有人偷雞的話 不僅會被處分 而且還要沒收雞 這件事是最可怕的 所以那些知青才想出這個辦法 用鐵桶油燈吊樑去敲黃泥雞 就算你聞到烤雞的味道 入屋去搜查一般都找不到 一般人入屋搜查 都會找到一些土造和房屋前後之類的地方 誰都想不到會在屋樑上烤雞 曼洪寶當時年紀很小 然後在自己家裡住的知青吃過一次 所以他對這套方法很熟悉 那天晚上曼洪寶夜晚特意早點回來 射了一個鐵桶 如果見舊棉包了一隻黃泥烤雞 偷偷走到大坡後面 準備一個人去敲一隻黃泥烤雞 結果剛剛找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打開自己的臉 打開一看 裡面哪裡有什麼黃泥烤雞 叫開那塊泥 裡面什麼都沒有 曼洪寶就很奇怪 自己出門前 明明聞到那些雞香味 在那些泥的辣裡面透出來 怎會得一塊泥呢 越想越不明白 但沒辦法 這件事又不可以出聲 曼洪寶很不開心回到宿舍 第二天工地上通知要提早些過去 因為要開個批鬥會 批鬥一個叫做孟道傳的人 不去的話 當天的公分就沒有了 曼洪寶唯有拖了好疲倦的身體 去參加那個批鬥會 去到才知道工地指揮部 昨天抓到一個偷吃雞的人 按道理來說 這件事就不用開批鬥會 問題是這個孟道傳的背景就不太好 而且不見雞是那家人 是工地總指揮的親戚 這件事就搞大了 比亞上台的不單是孟道傳 還有那半隻烤雞 那隻雞半封在一個黃泥團裡面 而且不見雞的主人還要上台指認 曼洪寶認得那個雞主人 不就是自己去他家裡偷雞 那隻雞也是自己烤的 最後為何會是孟道傳吃雞被捕了呢? 回想起昨晚自己興匆匆 用熱辣麵辣包著烤雞出去吃 去到才發現是一塊很大塊的泥 曼洪寶越想越忌廉 於是在心裡記下這件事 等過了幾天 偷雞這件事平靜下來之後 剛好就可以休息 於是曼洪寶偷偷找到孟道傳 說自己認識他一個親戚 想請孟道傳出去聊聊天 在那些年代 正常的農家人都不會出去吃飯 但那些遊手好閒的人就會 但就算那些遊手好閒的人 出去吃飯喝酒都找不到飯店 在當地 石打鄉的招待所會對外賣客飯送 沒有介紹信和糧票的話 根本連入都無法進入 但當然他們自己有辦法有洞路 曼洪寶當時是很著名的遊手好閒的人 孟道傳也不是什麼好貨識 所以兩個人就很默契 孟道傳和隊長打聲招呼 然後曼洪寶出門口 曼洪寶入到香港公銷社 曼洪寶買了兩瓶高溫肉 又打一瓶酒 兩個人去到野地裡 將那些肉燒熟了 一邊試著那些肉一邊喝酒 喝到面紅意義的時候 曼洪寶就說 那隻雞明明就是他偷的 為何無緣無故 由紫潔麵盒裡 就去到你的手裡 而且你還吃雞被捉了 那個曼洪寶只是奇奇笑 沒有出聲 兩個人喝了一瓶白酒 曼洪寶之後才承認 那隻雞確實是曼洪寶那隻 但主於那隻烤雞是如何得手的 曼洪寶就完全沒有說 那頓飯吃到曼洪寶很不開心 回到住的地方 一方面就很心痛那些酒錢 一方面就很溫滿 因為我還未搞清楚 那隻雞為何會失去 他沙便一路心掛掛 又過了幾天 又到公司社裡 托人買了一些大腸和酒 再請曼洪寶 他又重新說這番話 但曼洪寶就吃完後 碰一碗嘴 什麼都沒有說 曼洪寶越不說 曼洪寶就越不深色 他將自己偷回來的一發蒸礦手錶 賣給同村的社員 又再去買酒肉去請曼洪寶 在水利工地流出兩個月 曼洪寶隔三五天就請曼洪寶吃一頓 好像整個癡癡線一樣 去到最後就快開春 各個生產隊都回到自己村裡去搞春耕 撤離前幾天 曼洪寶又再請曼洪寶跟他說 你再不說的話 我就要回村裡了 我們兩條村隔七八十里地 以後見面的機會就很少了 曼洪寶這個時候 才對曼洪寶說 開了春之後 來來我家 我請你吃一頓大餐 說完之後他留下的地址 喝完撒鐵酒 醉紛紛就走了 曼洪寶本來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 開了春之後 果然請了一架去找曼道泉 可不容易找到曼道泉的家 他這樣才發現 自己都夠差了 但這個曼道泉比自己更差 他家裡的屋頂基本是見光的 被風一吹 屋上的茅草 不停地飛下來 那間屋內 一樣似樣的東西都沒有 怎麼說都有張桌 但那張桌子 腳就倒閉了 桌面還要穿 別說吃飯 就算水也沒有一殼 曼洪寶突然有一種 上當受騙的感覺 準備說幾句話便離開了 曼道泉 竟然由自己張爛植下面 拔出了一塊紅布出來 蓋在桌上 他在嘴裡唸唸有詞 突然間在那塊紅布裡 好像有些東西要捐出來 那塊紅布一打開 整桌都是菜 什麼牛豆腐、撩肉片、炒河蝦 大碟小碟乘搭八個菜 在當時這麼困難的環境下 這樣是很難想像的 曼洪寶看著那碗碟 看到上面寫著 北青山香蕉代朔食堂 曼洪寶嚇了一條 孟道泉才跟他說 我認識五鬼般運術的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